第五三屆全國技能競賽即將在7月中旬登場了 而東台灣分別有台東東宮高宮以及花蓮高農 共14位試身選手參賽 而為了彌補東部的訓練資源不足的困境 社團法人台灣慕想家 30號在玉里慕想家工作坊辦理模擬賽來備戰 而選手們以賽代訓 累積經驗全力爭取國手資格以及榮譽 按下比賽計時獲得全國技能競賽決賽資格的花東兩線選手 不論是常勝軍還是菜鳥 今天準時參加由玉里慕想家工作坊 開辦的模擬賽來備戰 應該不是第一次參加吧 第一次參加 那些對這個比賽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可以收穫到更多 不論是科班出身的還是非相關科系 即便花東兩線選手同樣都面臨了東部訓練資源不足的困境 但對於堪稱季質奧運前哨戰的全國技能競賽 仍不退縮 以木工金牌為最終目標 會不會來只是為了不讓自己怎麼說後悔而已 對 也沒有為別的 對 看看更多人的作品 對 然後看有些可以再改進那些 第53屆全國技能競賽即將在7月中旬在台北南港登場 東台灣分別有台東攻東高宮與花蓮高農共14位的 學生選手入圍決賽 兩校師長 捷克玉林木響家工作坊 開辦模擬賽 讓選手們以賽代訓累積經驗 因為東區跟東部跟西部的孩子比起來 我們這邊 學生數少設備也少 交流的機會也少 透過這樣子的 資源交流 還有經驗的交流 讓我們可以互相的成長 學校資源本來就比較匯法 對 然後 其次就是在工業類這一塊 職業學校 他所消耗的那個費用會比一般 一般的學生還要高 然後這一塊的話也是希望說 有上新人士可以多注意到這一塊 然後能夠幫忙這些東部的小孩子 那在訓練的養成裡面 可以跟西部的學生一樣 支援部分的話可以跟他們有個平等的擔憂 曾獲選為家具木工國手 並且在國際技能競賽中獲得雙料金牌的 木響家理事長王嘉納老師 返鄉投身木浴技能培育 傳授三十多年 也以自身的經驗分享 為選手們加持 這樣子講因為我們其實是希望把 長年都在自己學校 自己單位訓練的孩子 然後多創造一些實戰的一個 一個情景 然後讓他們做移地的訓練 那希望的事情就是 在競賽的時候 因為他們競賽前 長時間不斷的去移地的話 對於適應新場地的 這種能力的話 會加強 然後會減少自己在競賽時候的失誤 然後也我覺得提高這種臨場的表現 那這樣的話 失分相對就會較少 王嘉納指出 東部的孩子缺乏的從來都不是技術 而是機會與資源 因此這一次在安利希望工廠 慈善基金會支持 分別在花東兩線辦理賽前模擬賽 今天第三場次 則在玉里木響家場地來辦理 14位選手努力累積經驗 訓練心態與穩定度 希望在正式的賽場上 能正常發揮 立拼全國金牌以及國手資格 記者是玉蘭玉立正採訪報導 由於有名其中資格格 bench 紛失即是玉蘭玉立正採訪了 因為警覺平地提高 現在是建立的